民主峰会惨淡经营 美国内部问题日趋严重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民主峰会呢结束了 惨淡经营无人问津呢 头一天的吹峰会 只有70个人在线看直播 其中呢 很荣幸就有我大野猫啊 不知道沈亿老师看不看这个东西 70个人呢 真是吹灯拔辣 卸菜玩完了 这个民主峰会呢 两个主题啊 首先是如何提高民主制度的执政能力 第二个呢 是如何使民主制度在国际间提高声望啊 这么一回事 具体讨论的内容呢 一大堆什么媒体开放啊 信息安全呢 抵制腐败啊 性别平等啊 这个挺好玩的啊 以及什么代表了先进文明 代表了先进文化 满足了公民的基本利益和诉求 其实整个这个过程给我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一个缝合怪啊 这个缝合怪是什么呢 它里边有民主党的政治组织组组织组织 尤其是什么呢 把这个性别呢 从这个选择体变成了填空体啊 中国呢 有56个民族 美国呢 有56个性别啊 不知道是56个还是108个 如果108个那更有意思 知道吧 然后呢 这里边有美国的地缘战略 什么信息安全的媒体开放一大堆 然后里边我似乎还看到了三个代表的内容 你说你说这就这个 这就是个什么东西 几十个国家的元首 每个人五分钟啊 上去就开始表演 这些这些国家 你就不知道呢 你就不知道哪来的 撒瓜裂枣 太没意思了 还真不如呢 当年上周的TikTok听证会 那些抓狂发飙的美国议员 还没有那个精彩呢 这玩意儿一开始呢 就非常非常的扫兴 先是赞比亚总统的文章 excuse me 先是赞比亚总统的文章 民主呢不能当饭吃 一下子一盆冷水 啪 泼到太爷身上 主持人呢 大家看到了几个主持人 首先呢 中间坐着的啊 美西宗拜登 边上呢 他的干儿子 左右神策军中尉 布林肯 那也是我大哥啊 我大哥 然后呢 荷兰 韩国 哥斯达里加 赞比亚 正好是他们一块主持 但是呢 这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有一位隐藏的主持人 他在吹风会的第一天 第一场 他就露出了头 大家可能猜到了 他是谁啊 就是我们的地球球长 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出现后呢 大家都明白了 都明白了 地球球长嘛 你看他那落腮的胡子啊 经典的 穿个那绿的啊 绿的那那那衬衫 那据说那绿的衬衫 好像一屋生产的 你说穿个一屋生产的衬衫 可能可能两毛钱 就能买到了 那那那东西 然后呢 他在那啊 一坐着 嗯 就这样 大家就明白了 地球球长来干什么了 原来是他 他才是真正的主持人 所以整个这个民主峰会 你就给人感觉 就基本上就很很不靠谱了 最后呢 咱太爷 也就美西宗拜登呢 拨款6.9亿美元 让大家呢 完善自己的民主制度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打发叫花子 而且这个钱呢 基本上美国花了之后呢 就是打水漂了 这才叫拿纳税 人家钱不当回事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大洒币 这个才叫大洒币 你因为洒出去根本没有用嘛 你连交不到朋友 人家没逮着钱的 没逮着钱的 说你这个你这很扯淡 逮着钱的也不满意 你这啥玩意 你这是啊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把我当要饭的了 是吧 这么一回事 所以大家不知道 我问大家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这个民主峰会 它到底针对谁啊 你发没发现 这个民主峰会 就整个这个过程 你说它到底针对谁 有人说它是针对俄罗斯 什么反侵略啊 专制 向民主宣战啊 你把泽天斯基都请来了 普京是战犯啊 这类的 你说它针对中国吗 成天说中国人权 这那个的 新疆不是整出来 什么种族灭绝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有什么强迫劳动啊 这次那维吾尔的 那个那女的 演员嘛 又出来表演了 表演了五分钟 又开始哭天磨乐 这次好像他没掉眼泪 上次掉眼泪了 这么一回事 你说啊 针对俄罗斯不明确 针对中国不明确 它到底针对谁啊 其实这个东西 你得看美国内政 为什么呢 民主峰会 它这个英文翻译是什么 不是democracy summit 如果是democracy summit 就真就是民主峰会 它这个东西热的 叫summit for democracy summit for democracy 啥意思 保护民主的峰会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明白了 针对谁 针对美国共和党 针对美国共和党 这是拜登的一个小把戏 这是拜登的一个小把戏 然后呢 他是怎么着呢 他是这个 他把共和党的说 谁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是俄罗斯 是中国吗 不是 不是俄罗斯和中国 对民主最大的威胁是谁 谁就是对美国最大的敌人 那这个最大的敌人 很显然就是美国共和党 他把共和党塑造成一个极右翼 纳粹啊 纳粹加上专制 然后没有人性 或者去人性化的这么一个组织 共和党现在在美国已经不是人了 你觉得川普不知道你你搞的是什么玩意儿 难道共和党这些人不知道你美国这个民主峰会到底是啥玩儿 在开民主峰会的当天 纽约这个法院就直接了当把川普给起诉了 你以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 你招了一帮臭鱼烂虾给你捧场 然后拿纳税的人人的钱不大回事直接就给甩出去了 让全世界都来谴责共和党 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以为共和党他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这叫恶心透顶 你知道吧 你是来恶心共和党的 然后呢 你这个整个的行为呢 在世界上你是在恶心美国 就这么就这么一个感觉 给我一个给个给大家一个感觉是这个 比如给我一个感觉 整个这个过程 两党恶斗 透析美国 然后呢 财政出现了困境的时候 那整个的美国就开始卷 整个美国开始卷 这其实就是一个现象 民主峰会 利用一大堆烂七八糟的国家整起来了 你想九合诸侯 然后针对谁 就这样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是很多人 就之前很多人 很多国家他的玩剩下的东西 你美国现在开始重拾旧账 开始玩这个 整理的八糟国家 咱们说 是谴责谁 谴责共和党 谴责自己人 你谴责你的对手也可以 你说那谁 比如齐桓公 九合诸侯 九合诸侯 针对的谁 针对的是尊王 谁不尊王 楚国不尊王 咱就针对楚国 这次你可以说 大家都不针对 针对谁 针对普京 针对普京 俄罗斯 或者针对中国 也可以 你不对 你针对共和党 针对自己人 自己民主党 共和党 他针对共和党 那你一会有人问我 说这个美国 现在像中国的哪个朝代 那我之前也说了 有人说美国像晚明 明朝末年 有人说呢 美国像晚清 清朝末年 就美国拿了明朝的剧本 或者拿了清朝的剧本 其实都不是 我之前给美国的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直接的定义 美国现在很像中 中晚唐 就是安始之乱之后的唐帝国 明白了 这个唐帝国 我为什么对中晚唐的历史特别感兴趣 是因为中晚唐 他表现了一个政治态势 就是失去了帝国 但是国家尚存 国家尚存的时候呢 因为之前是帝国 之前很富裕 很富足 他是一个帝国 现在不是了 形态变了之后 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系列的问题 很难适应 很难适应 首先这体现 比如说美国 现在就有这些趋势 首先一个东西呢 就是翻证割据 就是翻证割据 这个翻证割据 在美国体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州权大于联邦权 州财政的权力 大于联邦财政的权力 不是说现在是这样 他有这个趋势 而这个趋势正好往这边过去 比如给你举个例子啊 首先呢 你要到美国 去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abortion 就是堕胎 堕胎其实是什么 有人说堕胎是一个 是一个权力 是个妇女的权力 或者堕胎 它是一个道德 道德 因为你保护这个胎儿嘛 你保护胎儿 这个道德上的一个问题 其实不是 在美国堕胎 它是一个工业医疗服务体系 就是abortion is an industry 它是一个工业体系 整个呢 去年把罗尔素韦德案 给否掉了之后 被推翻了之后 这个abortion 这个堕胎 这个权力呢 就下放到了州一级这个政府 让州一级的政府进行裁决 然后你就在 你就在美国会看到 形形色色的法案 然后针对这个堕胎 有的 有的州说可以随便来 有的州说完全禁止 还有的州说什么呢 哎 怀孕了头几十 头几个星期是可以的 后面是不行了 或者呢 怀孕了二十个星期之前 二十个星期之后是不行 就就就类似这些东西 你会出现形形色色的法案 而这些形形色色的法案 背后都涉及了财政拨款 以及财政预算 也就是说 它体现的是各州的政策不同 最后传导到财政预算的分化 也就是说 美国各州的财政 财政预算在某些方面 出现了分歧 这是一个 第二是什么呢 最近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州开始禁止 中国公民买房 中国公民买房 有人说 这是美国的old money new money 其实不是这个 我看的不是这个 禁止公民买房 这个背后有一个东西 叫人才引进 人才引进 它涉及到了很多 就是说 美国的一个产业 产业政策上的拨款 现在呢 这个东西 我看以后就是两派 以后在民主党呢 就是允许中国公民买房 然后呢 民主党会引进人才 去充实他们的产业 这么一回事 共和党的问题呢 就是开始限制 为什么共和党要限制呢 因为它背后有一个 非常非常尖锐的东西 叫反移民 它反移民 然后把机会说 要留给自己人 保存这个传统产业 也就是说 整个这个过程 不光是这个 不光是个人才引进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 在环境政策 在产业政策 在福利政策 美国呢 哎 它都体现了这种两套系统 民主党 共和党的这种趋势 以后呢 民主党的州 它形成了一套 形成了一套体系 共和党的州呢 形成了另外一套体系 也就是我们之前形容的 所谓那个USA和USB 就这么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是美国的一个趋势 这头一个叫翻证歌剧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太监当政 太监宦官当政 不是说宦官当政 是那些没有大大的人当政 跟那没关系 是什么呢 是美国在出现了两党恶斗的情况 美国在出现了两党恶斗的情况 出现的结果是什么呢 因为美国有大量的岗位啊 他需要参议院 或者各州的参议院进行批准 然后你如果两党斗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你这个东西是通过不了的 或者通过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 他这个通过速度非常非常慢 导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量的岗位 无论是在联邦一级 无论是在州一级 甚至在郡一级和居委会一级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大量的岗位呢 无法有人批准正式上岗 比如说你被批准了正式上岗 一般就是四年啊 很多这些岗位无法批准正式上岗 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这些岗位严重的空缺 使得美国很多政策的 他执行不下去 显得非常非常迟钝 然后有些人很多就做表面文章 为什么 因为大量的岗位在空缺 当这个大量的岗位空缺的时候呢 你作为一个执政者 你作为一个就是说主管人员 你代表的是比如共和党也好 代表民主党也好 你怎么办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选用自己身边的人 这个东西在西方叫patronage 选用自己身边的人 就比如说这人给我捐款了 他呢帮助我选举了 或者他跟我认识很多年 就这个 我用我身边的人 让我身边的人呢 去做这些临时工 这是临时的岗位 这些临时岗位一般是12月 12月可以重新renew 就是重新换新的 或者直接换另外一批人 都是可以的 但是永远是我用我身边的人 这个你用自己身边的人 会有两个非常大的危害 头一个就是裙带关系 这个裙带关系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用了这些人 这些人以后就成了我的人了 然后以后我再下一个岗位 他又成我的人了 这个很像什么呢 苏联伯利人力一副时期 出现的问题 现在在美国开始复刻 这个东西一旦常态化 在华盛顿也好 在各州也好 会形成一种东西叫捧党化 而这个捧党化 如果一旦常态 一旦长期的话 那就那就雇主了 你雇主了之后 很多时候 有你真想解决一个什么事 你真解决不了 这一个 这就是很多 这就是比如说 像美国一些学者 一些学者 政论学者 像大魏弗鲁姆这样的人 他说美国要避免拉美化政治 这个就是他所说的 这个拉美化政治 裙带关系 然后捧党化 这么一回事 另外还有个问题是啥呢 你当选用自己身边的人 你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你在讨论这个政策的时候 你缺乏了一个东西 叫多元化 你缺乏了这个东西 多元化 你这个政策很容易 就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 比如我最近给你举的例子 就是诺福克南方铁路运营公司 他就是在整个俄亥俄州 和南卡北卡罗拉纳州 和南卡罗拉纳州 出现了这种裙带关系 出现了这种彭党化政策之后 他会一股脑的 直截了大 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诺福克 诺福克南方运营公司 进行了什么 进行绑定 使得形成了周一级的政治 和这个整地方 这个铁路运营公司 他们共同执政的这个 这个现象 而这个现象被暴露出来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俄亥俄 在东巴勒斯丁 这个这个小镇这块 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铁路这个爆炸嘛 就脱轨爆炸 然后化学品泄漏嘛 如果没有这个事 大家还不明白 这怎么回事 所以呢 政策出现了缺乏这种多元化 他会代表利益集团 这个代表利益集团之后呢 他会反噬到整个这个系统当中 当反噬到整个系统当中 尤其是反噬到州长 或者反噬到总统这块 使得总统发现自己什么呢 被这些利益集团架空了之后呢 他也开始用自己身边的人 他也开始用自己身边的人 然后呢就出现了与这个利益集团之间的这种 莫林两可的合作 加上加上我们所谓的信任危机 比如说现在的美西宗拜登 美西宗拜登为什么用布林肯 我不知道我问大家这个问题 美西宗拜登为什么用布林肯 原因是布林肯跟着拜登 已经跟了几十年 他在1987年 布林肯刚从学校毕业了之后 就跟着拜登 跟了这么多年 等于说布林肯 是拜登的干儿子 尤其是在拜登大儿子 博拜登去世了之后 布林肯就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说 成了拜登的大儿子了 就跟着 因为拜登的小儿子 那个亨特拜登 他不争气 你知道吧 然后拜登觉得很失落 然后布林肯一下子就跑到 就就 拜登现在布林肯就成了 之前拜登大儿子 这个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角色了 一下子现在你看 你看啊 你看那个什么 布林肯 他出去办的事 办的烂七八糟 最后是什么 最后又拜登给他擦屁股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因为拜登信任不信任 他底下的人 不太信任 但是必须要跟他们合作 但是 但是这些美国的重要的岗位 他还得 让他自己身边的人进行上任 其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 就是这个布林肯 所以这是我说这个问题 现在美国太监当政 不是说没有大大的人 是什么呢 一些思想 被完全阉割的人 他服务的不是美国 他服务的是他领导 那这个就非常非常可怕 那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呢 是前两件事呢 前两件事咱这么说还好点 第三件事就是美国现在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这个财政危机是什么呢 你能不能把钱收上来 你能不能把钱收上来 这税收这是一方面 大企业逃税漏税 这是另外一方面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 就是以后民主党当政的时候 你共和党配不配合 共和党当政的时候 民主党你配不配合 然后这个东西 如果出现了矛盾常态化或长期化 那走向你可就灭亡了 为什么我说美国像中晚唐时期呢 你看看中晚唐时期主要是什么问题 中晚唐时期有人说是犯正割据 有人说太监当政 是是这么回事 但是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无法进行创收 就是无法进行创收 首先就是财政问题 中晚唐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 首先是无法创收 打不出去了 你打不出去了 丝绸之路都断了吗 河西走廊都没了吗 然后安息北庭坚持了50年 最后不就烟消云散了吗 然后呢 然后就开始卷 没有自己没有钱了 开始卷 这是一个 然后地方割据不服同 地方割据不服从中晚唐时期 中晚唐时期的朝廷 从哪受税 江南地区吗 从江南地区受税啊 你说北宋 北宋丢了幽云十六周 是你说 失去了北方的天然屏障 你可以这么讲 从一个地理的角度 但是你说他 你说他中晚唐的时候 中晚唐的时候 他对河北这块 基本上没有控制 河硕三镇是没有 没有办法控制的 河硕三镇是谁啊 鲁龙镇就是现在的幽州 承哲镇就是现在的石家庄 魏伯镇就是 就是现在的恒水 辽城一带 当时叫叶城嘛 中晚唐至唐县宗之后 唐帝国就基本上 对这些地方 没有办法控制了 我说没有办法控制 是什么呢 收不上来税 你钱收不上来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地可怕 为什么呢 当你钱收不上来的时候 你出现了内部内卷的现象 然后就有了这什么太监 那藩镇割据 长期化无法解决 你说你说 你说现在 这Grand Madison还真想说 搞一个什么禅阅 跟中国搞一个禅阅之盟 你洗洗睡吧 说谁是北宋 谁是聊 咱这么说 北宋 有人说北宋最大的贡献 王朝化 文武分权 我个人认为 北宋最大的贡献 它解决了财政问题 它解决了财政问题 它实现了财政保障 它当实现了财政保障之后 才有了30万岁币 每年30万岁币 后来是每年50万岁币 保一个天下太平 说30万岁币 50万岁币 是北宋一年 两个县一年的收入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是因为它能把钱收上来 它这个税收的体系 它这个财政的体系完善 其实完善 它教训在哪 教训不就是中晚唐吗 这不是中晚唐吗 钱能收上来 才有了30万罪币 保一个天下太平 这么一回事吗 美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美国现在的问题 就是翻证割据 太监当政 财政出现了 财政问题 这种三重危机 这个三重危机 你还 你还缠冤之盟 你洗洗睡吧 美国现在就是中晚唐 没解决 然后没法解决 然后还没法适应 自己还是一个帝国 还在透支自己 就这么一个 就这么给我一个感觉 直到有一天 它透支不下去了 你现在用一个民主峰会 一个小把戏 打击一下共和党 谁看不出来你在干什么 你好好解决自己的问题 难道就不行吗 别到时候你自己坐不住了 然后你开始出来讨饭 我可以告诉你 到那天的时候 没人同情你 到那天的时候 大家都一致的认为 就俩字 就是活该 就是活该 你自己作死 这明白了 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啥呢 那一部分题 它没有办法解决 它解决不了 然后它适应不了 这种新的环境 它给人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 你说它北宋的什么 它晚清 不是的 它就是中晚唐 慢慢适应去吧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羊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